誰啊? 嗨 你明明是我的 隨便拿一個拖鞋穿吧 可以啊 我怕你要後悔 我們本身已經黑色了 那你不要弄髒了 今天這麼濡蕩,幹什麼? 想來刺探軍情 究竟Direct Competitor的公司是怎樣 這個不能不介紹 誰想這個鬼主義出來的? 我好奇了很久 高凌,雪櫃冷笑話之父 名流青史 有很多人,尤其是年紀偏大小笑話 他們是懂得雪櫃冷笑話,不懂小薯企 有時候他們會認到我 你是那個說笑話的 我是小薯企導演高凌,哪一個? 雪櫃冷笑話之父 我的入行是,因為同學一起讀電影的同學 他們先搞小薯企 即是高凌做的? 高凌,副,Kiko,整班 性格適合那片,所以叫我試一下 試完之後 他可能發覺我比他更加適合做演員 哈哈哈哈 所以他退居然說他做導演 沒錯 所以我們燒著東西才能發展到 沒有你怎樣 沒有我怎樣 這段是高凌還在網前說怎樣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我們的廠 第一集回到薯仔湯,你也拍過 是 薯仔湯,抱歉 你自己的 你拍一些MV都好過在這裡拍的 我看到嗎? 有啊 因為這個廠來講,其實是比較偏小的 那 那 因為我今天就不是想要了解小廚劇 是嗎? 我是想了解你的 富哥是一個囉嗦的男人 多爹 講驚 喜歡爹 富哥有一些很執著的位置 然後我們就會不停跟他爹 因為我們覺得這些其實不重要 你在劇本上很多要求很多話 是啊,真的去到我那個範疇的時候 我也相對地有要求少少 我和冰姐有一個系列 就是我們那時候打算吃紙 我們是做一個飯糰的東西 我們打算叫隨街小便當 然後富哥就說 你們兩個女生的節目 你不要叫隨街小便當 有些人會想到兩個女生在影片裡面會有些人 有些人是喜歡自己一個 從零開始想完整個 就是那些喜歡聊出來的東西 我們聽完和他爹爹一輪之後 我們就好,我們想一下 隨街小便當 我覺得他是專一的男生 我們也不要說是什麼娛樂圈 但是也是一個大眼光 那麼多美女 有些美女又funny 沒有 沒有 沒有,那邊沒有 真的沒有 首先前提 她女朋友要很信任她 她才會走到這一步 沒有 沒有,那些粉絲沒有嗎 真的沒有 不知道為什麼 你有沒有 你沒有樣子都有 你才有負責自己的樣子 可能就沒有了 從此 不是 就知道為什麼你沒有了 因為我沒有負責自己的樣子 所以我就有了 那我男生的頭 現在是不是從此沒有了 笑了很多 笑了很多 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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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女朋友 我說 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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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敬如斌 好像很老套 這個就是我的位置 在這裡就看看遊戲的情況 要常常盯著 電競師的責任 我不明白你 他很支持富哥的所有事情 就是富哥這麼沉迷打機 包容他的打機 因為所有女人都不讓男人打機 我接受這個現實 為什麼女朋友會讓你打機 連勝不走 這個道理上是對的 道理上很對 但是愛情是不講道理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他會給你 你也懂得說 愛情是沒有道理的 是啊 所以他不是在用道理 他又是說人情 credit 就是我打機的時候 他給我打機 就是他拿了人情卡給我 我可以還的 是credit 我記住 我現在用了人情卡 他也很懂 聰明的女朋友 我懂得給credit 好啊 你現在要打機 我不妨礙你 你讓你打機 那你 竟然這麼好 那麼好 好啊 然後到下次 我現在完全明白你說了雙敬如斌的問題 對 他會讓你做你想做的事情 但當下次他想做什麼的時候 麻煩你自動自覺 給他 拍了差不多幾多年 九年多 嘩 為什麼他拍這麼久 會很感恩對方做的事情 怎麼表達這個感恩 真的會直接說出後 都會的 多謝你啊 然後當他做出來的時候 你的反應 呈現給他 你是很感謝他會做這些事情 對你好 好好好 然後你那個人很老諷 沒有感謝過我 我就會覺得 我為什麼 為什麼會做這麼多事情 我為什麼 這個很多男人必須學習你 你點醒了 我都不記得你這件事 我常常說我變了 明明我沒有變過 原來就是變了這個位 要做一些戲出來 對呀 舒服的嘛 值得的嘛 是的 九週年相處愉快 第十週年繼續多多指教 可惜去不到九週慶祝 十九週年再去呢 要不要這麼sweet啊 情人夫 真是該死 你的hater 是非常之少的 百分之低 我沒什麼做出位的事情 我們小廚記都是 都比較少做出位的事情 只拿小廚記 我不拿全部人 彤彤被人罵 麗英被人罵 阿兵被人罵 你沒什麼被人罵 是的 那就不紅了 那為什麼連燈開個鋪炸過來呢 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是啊 我可能比較密密耕耘 就是人們會欣賞一個 密密耕耘的人 其實我覺得 可能是關你搞笑的方法 因為你太喜歡這個字嘲 哦 所以很舒服 我看下去 是啊 對啊 我經常看這些片 和跟你相處 我就是兩個字 舒服 雖然我不知道你屋子多大 但我也知道我有多舒服 你想一字 我發覺你是這麼hyper 全人對你都很難淡 整間公司 因為你拍攝而已 平時對我很熱情 是嗎 是 嗨表妹 然後她就很沒禮貌不回應我 嗯 阿兵 然後阿兵打招呼 通常是這樣打 阿兵 然後她就是這個死人樣 我們搞笑很多時候會拿一個人來笑 我以前就是試過串人 嘩嘩嘩嘩 整班人都笑 哈哈哈哈 很開心 我很搞笑 入門級的 對呀 我很搞笑 然後她不開心 我當然不會理她 之後被別人不喜歡我 放心我都試過 我猜這件事是相似的 為何我們會學字嘲 就是因為不想再有這樣的下場 不過是我們不對的 我們不應該把自己的法律 健康別人的痛苦 對呀 所以自渣的方式 大家都開心 對呀 我們又達到我們的目的 真的忍不住 因為串人的笑話 永遠都最好笑 串自己和串熟的人 其他人就不敢串 對呀 不認識那些你不會亂串 因為她可能會介意 我就試過串 不敢打 很糟糕 自己有沒有做健康 我還沒進來之前 我才有追蹤小雪茄的 然後我就看到陳芙 就覺得我去影子挺搞笑 我覺得是你特別重視這個搞笑 為什麼搞笑對你這麼重要 搞笑可能就是我拿來和人見面的外表 如果一齊人褲不搞笑 那上週好像 沒有什麼存在價值 真的嗎 我想起來是 但你的樣子這麼帥 你怕這個樣子嗎 你可以先走上路 走了 差點磨碎 沒有啦 偶像路先 即使好像我們現在這樣說 我走偶像路先 不是又用來開玩笑 哈哈哈哈 即是當你已經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你講認真話 人們都覺得是開玩笑的時候 你都很難跟人家講認真話 生出來就是滑溪的 富哥 搞笑其實是令到我們這些樣子 即我呀你呀 熊仔豪這些樣子的人 放心你比好多漂亮 搞笑是令到我可以變得吸引一點的一個方法 如果不是哪有人看 我死會在做這個方法 其實我從小到大的時候 我會感覺到當我搞笑的時候 會有人留意到我 或者有人喜歡我 欣賞我 一樣啦 我便會感覺到這個甜頭 我的人自自然 就會想做多些 或者轉型這件事多些 是啊 可能男生後也是 就算在男校 帥哥特別多人喜歡 我不明白為什麼 所以說帥哥通常不搞笑 他不需要搞笑 是的 帥哥不是不好笑 他從小到大沒有訓練過 是啊 我們是被迫訓練的 沒有人理睬我們 所以就這樣自自然 我們是訓練出來的 對 生活就是 哪有天生的 這家東西 我們醜醜的人生就是我們的搞笑教練 所以為什麼所有喜劇都是悲劇 你生成我這樣 你知道為什麼要搞笑 但是為什麼周星馳這麼好笑又英俊 但是梁朝偉都很搞笑 又怎麼解釋 這個世界又沒有絕對公平的 我覺得他 Youtube會給他自信 如果他進入傳統媒體 其實他是一個 不會那麼容易走得那麼快的人 以前我也試過做過那些港台的KDF 不是 Sorry 不應該這麼說 我也試過做過港台的 死KDF 不是 臨時演員 你要感覺到那種人家對你的態度很差 最簡單的 當你做一些重要一點的角色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工作人員對你會再客氣很多 你很容易就會變串 對我客氣的想 但是這些時候要邊塞自己 要保持那個謙虛 別人對你很客氣的時候 不是必然的 我們做這些 你永遠都不會知道 明天還有沒有人看你 會有這樣的起跌 你永遠都不會知道自己是否已經去到最高的位 是的 我以前就是在想 我永遠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最高的位 所以要用心 再突破最高 我這幾年就是 原來我永遠都想不到自己有更低的位 不斷突破低位 我反而喜歡你走那條路 多過自己走那條路 你自己的路是怎樣 因為我覺得自己以前是 多人認識過現在的 我覺得現在自己越來越 越來越沒了 直接這樣說 經常會在想 為何自己這麼失敗 但反而你那條路 我喜歡一步一步走上去 越來越多人喜歡 即是你說 紅仔頭的爆紅是很快的 是的 其實是 即是很快 現在又不敢拍拍 但是現在 所以反而沒下去 搞到我 不斷地掙扎 我要每天都被 但你自己怎樣可以踩上去 所以我很欣賞 你那條 你那條 你那條前排 那個唏噓的感覺 我就覺得很棒 為何就是我拍自己有多沒了 你就是 你拍到自己 即是你這樣拍出來 即是等於自嘲而已 你知道了那件事之後 再把它說出來 代表你已經接受了它 我還沒接受的 還沒接受 我也是很不開心 每天都在想 為何我越來越沒了 我明明是很用心的 在想 有一個真正搞笑的那些 演員的那些 內裡都有很有趣 什麼穿的叫很有趣 我不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